是不是很無奈的樣子 第三位副市長是不是確定有蔡兵琳來看? 反正時間到了有來上班你們就知道了 因為以前第三位副市長日找陳景峻象徵是白綠合作,現在找蔡兵琳是不是有點白藍合作? 其實我到現在已經心中沒有藍綠了 沒有掛愛 他的原因是什麼?看中他哪個專才? 因為我們負責督導的副市長日館下面是社會級、教育級、文化級、觀賞級 屬於比較軟性的 所以找一個教育界出生還蠻適應的 大都會的董事好像也是找陳立輝 還好啦,他好像五屆議員差不多都在交通委員會 所以專業上很熟悉 市長你怎麼看? 好像綠營那邊人才是沒辦法延攬 好像是跟你有點划清界線的感覺 不會啦,主要 其實這也老實講很多人士,也不是我一個人決定 像大都會當時是交通局簽上來 就在上面了 我都是 通常上面簽上來我也不會 出會有什麼特別意見 大部分我都還蠻尊重每個媳婦自己的意見 像昨天那個自媒體出訪啊 就發現網軍們好像還有在斗內 自媒體的出訪跟你一起出訪 那個班機還有衛士可以買衛士嗎?都不曉得 因為被議員認為是在 用你的名義在外面跟大家募訪 這就是大問題 這個常常喔 常常有人這樣做 大家就開始有樣學樣 因為被議員認為是您的網軍 我不曉得 我跟你講 這個 我的網軍 說是我的網軍 我看來我都沒有不認識 市長你怎麼看至今區? 市長你怎麼看至今區? 至今區有 這個太專業理應 我只知道說25年前做我大概也沒證明 現在做我 那效果大概好不好 因為那個有的東西是時間夠的 不曉得效果也好不好 市長總統要出訪難太鬧 還是市長也要接著出訪 那大家是不是相繼要真的出訪? 我要出訪跟他出訪有什麼關係? 那會不會是國際戰的感覺 一種國際戰的感覺 這有什麼好戰的嗎? 會不會南希自己層級比較低? 本來就層級比較低 我還層級比總統高 我們不會做這種期望吧 但是庫荒量上面你應該會比較好吧? 會嗎? 我不曉得 立手總批評淡北快速道路說還沒環評 批評你在急什麼? 還說您在稱您科市長是不是已經認輸了? 淡北道路是這樣 我們就是環評過交委會過 那就按照工程分攤標準 我只是跟侯儀說 唉唷我不會那多立巴說的 就是照SOB走 這樣就好了 鐵文首次稱您 中國村長的事情 好像現在內政不只查台北市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針對性? 不會吧 他如果要查公民黨的宣誓應該更多吧 唉唷 這種事情就是這樣 我感覺是這樣 我是都沒有什麼 其實我都沒有什麼很在意 你說行就行 不行就要 如果你有規則 我就照規則走 這樣就好了 每天不需要再用小事浪費生命 你手中邱尼柯市長 那是不是認為他已經認輸了? 你還去問他 有時候他口誤也不一定 市長你跟韓葵和蔡總統 出房時間其實滿多時間是有達到幾天的 會不會覺得這年代一起大家其實也彼此較勁這樣? 不會啦 現在台灣是一個國際城市 台灣還是個 我們台灣人一年出國好像很多人 所以這場什麼 我看最造表 想說你能去日本做失事 很奇怪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年底剛好就是你三位在 好啦 謝謝 你來台的 好啦有沒有下問題 市長問一下 那個 我就跟你講說 如果國民黨手上一張牌的話 可以打贏那個人的話 為什麼不出那張牌? 他的意思是講說 如果可以 他們國民黨代表誰出來 第一個優先考慮的是 要贏過柯文哲 所以合理 所以他已經把自己 所以他自己不選了 好來 好 大概他不選 對啊 他就這樣 他不選他就想 那下一步怎樣 對他最有利 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你認為韓國瑜會出來嗎? 我看 記憶還滿高的 不然怎麼辦 你認為你贏得了他嗎? 你認為你贏得了他嗎? 我倒是這樣 反正 我是蠻輕鬆的 反正 還不在乎 那是不是他出來你就不出來 這也是我也不知道 我跟你講 這裡就是有時候 我們這種急診宿的 或是交病醫生 那種個性有時候 讓人家很不喜歡 就是 因為對我們來講 反正最後一秒 按照狀況決定 對我們來講 這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你們都習慣要幾個月前規劃 可是你想想看 對急診宿的醫生 或是家務病房的醫生 你知道 我們都常常處理 那個前面30秒鐘發生的事情 所以 要抱歉 因為實在是 我們很習慣這種生活 你們不習慣 所以你們就要辛苦了 好啦 謝謝 這是從我們大學不是急救 最後一題 從我們大學不是急救 不是啦 就好像 我們像外科醫生開刀 說急診醫生開刀 他也不是前30秒才開始學那個技術 我們是本來就會的 只是沒有拿出來用 好啦 好 謝謝